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球拍是羽毛球运动最重要的装备 它既要能承受时速超过300公里的杀球力量 还要灵敏地反映运动员微小的力量变化 也许你一直羡慕顶级选手手中的昂贵的球拍 那么它们的球拍又是如何做出来的呢 这是球拍制作的最后一个流程 外观检验和包装 在此之前 即便是最便宜的球拍 都经历过上百道工序的加工处理 现在我们就回到球拍刚来的时候 看看它们的本来面目 这就是制作羽毛球拍的原料 碳纤维 也许你接触羽毛球 就是从木头球拍开始的 后来还用过铁或铝制球拍 现在大部分爱好者所使用的 就是由这些石油的副产品 碳纤维制成的球拍 我们看见了我们碳纤维 其实它是一个色状的 我们如果仔细地去看的话 它是像头发 比头发色还要细很多倍的那种细色 里面有一种另外的材料 就是我们讲的还氧素质 那这种还氧素质 把这些碳纤维把它组成起来 我们看到像纸一样的东西 把它排列起来 然后把一根一根的丝把它粘起来 这台类似于织布机一样的机器 把碳纤维丝按照不同的排列规格 织成了一张碳纤维布 不同的纤维布被裁成不同规格的布片 以制作球拍不同的部分 现在的碳纤维在外观上 和轻便坚韧的羽毛球拍 完全看不到任何联系 神奇的一幕开始了 把纤维布卷在一根铁心上 外面缠上一层特殊材料 羽毛球拍的中感就成型了 是在中间放了一个硬的我们所谓的铁心 然后把这些碳纤维布把它包到上面 然后外面用我们叫OPP的东西 这个OPP它有种特性在高温的时候它会收缩 所以其实就给它一个压力 经过加热加压后 再把中间的铁心抽去 球拍中感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由一片布卷成的球杆真的结实吗 不用担心 它现在已经可以接受重压的考验 别看我们这个中杆这么细 其实它可以承受40多公斤的力量 就把杆的两头支起来 我们站一个比较轻的女孩子可以站上去都没有问题 都不会断的 所以它承受杆的部分 我们支撑起来可以承受40多公斤的力量 这台仪器专门测试中感的强度 在16公斤重的法码压迫之下 中感的形变超过8毫米 但却毫发无伤 如果说中感是卷出来的 那么拍框就是叠出来的 工人们正熟练的把一层层的纤维布叠成长条 而中间夹着的是向里面吹气用的导管 中感和拍框的连接处在机球时要承受巨大的冲击力 但制作起来并没有什么复杂的工艺 几片碳纤维布的包裹就完成了框和感的连接 这就是羽毛球拍的雏形 这时拍框还是软趴趴的 模样也并不好看 把球拍放进模具里进行加温和加压 球拍就会大变身 每只球拍雏形尾部都有一个气嘴连接拍框内部 通过向里面吹热气和外部同时加热加压 球拍就像烤面包一样新鲜出炉了 现在碳纤维布终于摇身一变 成为了既轻便又坚固的羽毛球拍 这些黑乎乎的球拍的性能 已经和我们实际使用的球拍相差无几 可能你还在怀疑拍框和中感的连接方法 只用几片纤维布包裹一下 球拍真的结实吗 这是一台检测球拍扭力的仪器 把球拍两端固定 以100公斤的扭力转动球杆 旋转角度设定为30度 我们可以看到球杆与拍框连接处完好无损 这正是碳纤维的神奇之处 有些商家会这样向你推销 我们的球拍是高级的一体成型拍 那么到底拍框和拍框是一体的好 还是分开制作再连接起来的好呢 那当然是两次成型的好 因为两次成型的它可以 中管的性能跟投控性能都可以调过 可以去搭配 那一次成型出来 这个框它的软硬度 在做出来的时候已经就跟投框接起来 我们没有办法去分 但是我二次成型的时候 我可以去分 根据这个中管的需求 我需要什么样的 我就可以接什么样的东西上去 所以这样出来的东西它会更专业 如果球拍可以用神奇来形容 那么羽毛球的制作 我们可以用精细来概括 顶级的羽毛球是怎样制作出来的 如何判断一个球质量的好坏 作为业余爱好者 又该如何挑选适合自己使用的球呢 另眼看与球 请您继续欣赏 尽管现代科技发展迅猛 球拍材质已经从木头 铝合金发展为碳纤维 但羽毛球运动产生至今 赛场上使用的球 一直是天然羽毛制成的 正是这种特殊材料 确定了羽毛球的中文名称 在某种意义上 也决定了羽毛球运动的本质特点 制作羽毛球的羽毛 基本上是鹅毛或鸭毛 在羽毛球制作工厂里 我们首先看到的 就是堆积如山的羽毛球毛片 经验丰富的工人 首先要把这成千上万的毛片 按照不同的品质 不同的生长时间 不同的生长方向 进行手工分类 东北刀铃鹅毛 是制作最顶级羽毛球的优质原料 而鹅毛球的整体品质 要优于鸭毛球 所以当你选购羽毛球的时候 鹅毛还是鸭毛 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 鹅毛和鸭毛乍看上去没什么区别 但在毛杆上有个明显的不同 鸭毛的毛杆比较平滑 而鹅毛会有一个凸起的平面 您不妨以此为标准 判断一下自己常打的球 是鹅毛球还是鸭毛球 严格说就是鹅毛的内打度 确实是比鸭毛好 那因为它的生长气场 它的毛感就比较接应 打起来就不容易断 鸭毛 虽然达不到鹅毛的相当水平 都可能是60% 70% 80% 它的内打度 在手工分类完成后 同一类型的毛片 要再进入电脑分选机里 按照毛片不同的弧度和拱度 进一步进行分类 一只鹅还不够做一个球 我们分左右翅膀 左翅膀的右翅膀 它完全是两种不行的毛型 绝对不能混在一起做 左翅膀7片 右翅膀7片 这样加起来也只有14片马 但是我们要做一个球 我们就大概16片马 左右翅膀7片马 中间我们还要分为像手指一样 有母指 有无名指 有中指 小指 就十指全部16片马 就是像手指一样的十指 中指也就是16片马 都是要中指 又把老的嫩的 都要我们凭这个多年来 积累的经验 我们要把它分出来 这样一分了以后 做一个球 要在无数这额里面去挑削 羽毛球的制作就是如此精细 即便你买到的球再便宜 也是经过层层筛选制作出来的 毛片分解完之后 16片羽毛就会被插到球头上 在此之后 每个球都要放进风筒进行检测 那些旋转不稳定的劣质球 就会被挑选出来 接下来是上线 以固定羽毛球的基本口径 接着要在球的里外 涂上底胶和线胶 这样一个羽毛球就成型了 最后贴上标签 羽毛球的制作基本大功告成 但是现在的球 还不完全是你实际买到的球 因为每一个球都要在专用试球场里 进行最后的分类和检测 试球场里面的测试 一般是第一个就是打落点 球的不同落点 确定了每个球的球速 不同球速的球要分类包装 快速或慢速球 对于普通爱好者来讲 并不特别重要 但对于正规比赛来说 球速的因素就非常关键了 第二个我们就是打它的飞行稳定 有经验的四球员来判别 在球在一击啪出来的时候 它的飞行是不是一直限 第二个它的自转也没晃动 四球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般的四球员 会把不量品打到最前面一个 第三点我们就是内打度 我们所谓的要求内打度 起码就是一个球能打15分之的 就一场比赛 一个顺手的好球 会带给你更多的羽毛球乐趣 由于羽毛球受空气阻力 湿度等影响较大 在气温低的地区 或者在冬季 选用慢速球打起来会更舒服 气温高的地区 或者夏季 就要选用快速球 在海拔低的地区 要选用慢速球 相反 高海拔地区 就要尽量选择快速球了 林丹曾在比赛中 大力杀球打断球拍 和球一样 羽毛球拍也是经过了层层检验 才出场使用的 哪些因素决定了球拍质量的好快 林丹的球拍 又为什么会如此不堪一击呢 另眼看雨球 稍后更加精彩 加工成型的羽毛球拍 还要经过一系列的工序 才会变成我们实际使用中的样子 这包括钻孔 粘上手柄 通过在手柄内部 放上不同质量的橡胶条 来控制球拍的重量 和平衡点 球拍上喷的漆 与汽车车漆相似 所以球拍才会长时间 保持鲜艳夺目 球拍上的装饰图案 其实像我们装饰手机一样 是用贴纸贴上去的 最后进行烘烤干燥 缠上顶皮 高性能的羽毛球拍就此完成 2006年羽毛球世界杯南丹决赛 林丹在一次大力杀球中 竟然把球拍打断了 顶级选手必定会使用最顶级的球拍 但林丹的球拍又为什么会如此不堪一击呢 球拍要经过严苛的检测后 才能交到使用者手中 这台仪器用来检测 拍框在穿好线后 是否能承受巨大的机球力量 大家都在研究到底一支 什么样的拍子算是好拍子 这些拍子是要通过高级选手去试 试完以后他们会告诉你 这个好还是不好 那到底哪不好哪里不好 那就必须得通过我们这些专业的设备 球员在球场上杀球 这个速度达有多少公里 比如说有的人说300 有的人说400 在这种状态下 我们拍子到底能不能承受 所以我们也是模拟这个球员 去打球的时候 把拍子挥到可以杀200 300 400公里这样一个速度 来测试我们的拍子 到底能不能够承受这种力量 这是一台高压炮 它可以给球施加相当于300公里以上时速时 产生的压力 我们把球发到200多300多公里 让它去积这个拍子 看这个拍子的能不能承受 那第二个我们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测试 会用非常高速的这个摄影机 去拍这个拍子的运动轨迹 球打到这个拍子上 拍子它会左右的这样晃动 前后晃是比较正常的 因为你球击过以后 它应该是前后晃 那你左右晃就不正常了 或者说有的是这样子摇 那这样是不好的晃动 那第二个你晃动的这个时间 跟你的幅度 如果你时间非常非常的长 可能我打第一拍的时候 过去了球过来了 你这个拍子还在晃着呢 所以我们第二次机球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那么准确 比如说内了会 你这个球拍去捡球 或者弯腰的时候 这样撑 它会增加一个重量 甚至有时候输球会生气什么的 把拍子往地上丢 或者这个头都 一般都是头先着地 那这样的话 这个拍子就很容易断 所以咱们就去做这样一个模拟的测试 我跟它加重 然后这样往地上落 保证在一般的这种力量上 没有那么容易断 在经过重重考验之后 每批球拍中都要随机抽样 进行完全破坏性测试 以最终确定球拍的质量好坏 将拍矿竖直放置 在达到46公斤的重量时 拍矿被压断 横向放置和侧向放置时 球拍断裂时显示的加压重量 也在40公斤以上 按照严格标准制造出来的顶级球拍 为什么会经不住林丹的大力扣纱呢 这个碳纤维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最怕是有外界的冲击力 因为这个纤维它实际上是很脆的东西 可能断一部分 纤维断了有时候看不到 当你打的时候 再受力的时候 它可能会断掉 或许林丹打断的这支球拍 之前受到过一定的伤害 在外表上看不出来 但它已承受不了林丹的这次大力杀球了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林丹本人超强的个人能力 它杀球瞬间的力量 已经超出了这把球拍 所能承受的力量范围 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 就是穿线的棒数 高水平选手球拍的穿线棒数都很高 这也就造成了拍线对拍矿的拉力很大 在超高速慢动作画面中我们看到 高棒数球拍机球时 球网的形变很小 也就是说 球网本身的弹性 所吸收的力量相对较小 机球的大部分力量由拍矿承担 所以当遇到一个足够大的力时 拍矿就有可能断裂 穿多少棒的线 经常是业余爱好者讨论的话题 那么顶尖选手们的球拍穿线棒数有多少呢 林丹31棒 傅海峰31棒 蔡云32棒 夏宣泽32棒 张宁32棒 陶飞克32棒 李宗伟28棒 一般说越初学的 越力量不是很大的 我们选择比较低的棒数 因为力是相互作用的 你拉太高的棒数 如果说你的力量 或者你的技术没有到这种程度的话 往往会造成一些运动伤害 在刚开始入门的时候 最好拉个23棒 21棒就足够了 那你稍微好一点拉256棒 至于说像国家队的这些顶级运动员 他们也有那28棒到31棒的都有 不是说所有都拉这个棒数 不执着于球线的棒数 不迷信高档次的球拍 选择一把最适合自己的球拍 对于普通羽毛球爱好者来说是最重要的 掌握正确的动作 提高自身的水平 结交相同的球友 这才是羽毛球带给我们的幸福 正手发球怎样才能打高打远 反手机球怎样才能协调有力 往前铺球怎样才能快速迅猛 下一集另眼看羽球 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几大巨星将带给你答案 会在发球点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像打球一样 其实不是这样的 应该在这个位置应该是最好的